請發覺馬上開工感覺如何 開心 起笨 兩個一起合作的心情如何 開心 起笨 好酷喔 好酷喔 對不起 影后準備上線倒數 四位圓圓感覺怎麼樣 開心 興奮 她這什麼都是對的 對 妳發現馬上開工的感覺如何 開心 興奮 對 這邊就這兩個字了是不是 對 那很多人都說那個 預告裡面 妳有一句台詞是比較改一下 我演過很多的戲 也入圍過很多次的金鐘跟金馬 沒有拿過一次 不用改啊 那個就是周凡啊 對啊 那是周凡的詞 周凡的生活 周凡的 她回到家裡之後 那個感動還繼續存在嗎 我覺得是那個 不可思議的這件事情 家裡已經很累了 家裡剩下是累的感覺 但是不可思議的是 可能比如說下台回到公司換裝 然後到慶工業那個 都還是在不可思議的狀態 狀態 所以另外三位 那天也在電視機前面看 剪花界得獎嗎 那天心情感覺上 開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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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興奮 興奮 我是 我要接下一個是不是 揉興 兩人一起合作的心情如何 開心 興奮 興奮 真的 很緊張 她這麼棒 對 然後 很怕就是 拖累她 對 因為畢竟 對手 對 所以 也要把自己你知道 hold得很好 才可以對得起她 那我呢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哈哈 花絮裡面好多人都鋪成一團 是因為這個裡面的角色 可能很heavy嗎 其實大家對於拍攝到中期到後期 對顏藝文 有產生一種革命情感跟信任 所以後來其實每一個女演員 心裡有什麼想法或困惑 都好像會去找藝文聊聊那樣子 所以我覺得她真的是一個就是 很懂女演員心的一個導演 你姐媽媽姐妳呢 也是很常會去找藝文導演 其實蠻依賴的 你知道一喊咖的時候 我第一個一定是先就是 找導演 然後我覺得她 就像那個 銀萱 我知道妳最近太忙了 我們的萱兒 差點叫人窮萱對不對 對 就像銀萱剛剛說的 就是導演她非常清楚我們女演員 就是最需要的是什麼 然後我覺得她有一點是 除了知道我們需要什麼 之餘她給我們很足大的安全感 這是我們演員很幸福的地方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